3月20号A股五件点评 大家好我是网络财经 今天五评我们先来聊几条消息 再谈上市数 最后通过一张具体的K线图 来讲一下头肩底结构 一个非常高胜率的上空结构 可以1比1的预期上涨空间 我们先来看消息 今天上午的9点15分 央行是公布了LPR的数据 一年期跟五年期的LPR维持不片 一年期是3.45% 五年期是3.95% 然后在周四 也就是明天的凌晨2点钟 美联储将会公布美国的一个利率决议 预期是不变 但每一次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时候 美股往往会出现一些异动 外汇市场同样也会出现一些异动 这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都会产生一些冲击 那么明天的护制那可能就会是一个变盘的时间节点 这个我们需要去注意 然后再来看一下是我们的一些政策 最近出台了多项的政策刺激 为的是更大力度的吸引和利用外资 而我们也注意到 在2月份跟3月份 外资累计回流A股已经是超过了800亿 这个力度其实还是蛮大的 而未来预计外资还会进一步的去回流在A股当中 接下来公布基金 最新的纪念协会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2月底 我国的公布规模是达到了29.3万亿元 创下了历史的新记录 2月份单月规模增加了将近2万亿 那么这是几条消息 我们需要知道一下 然后再来看一下护纸 护纸目前是一根低开高走的小阳线 对于上指数 我们维持昨天收屏视频的观点不变 我们更倾向于它要往下有调整 要下跌去回踩下方的黄色的超白金位置 短线往下跌比较容易 往上涨很难 具体的分析的逻辑 大家可以听一下 就在收听视频 对于护纸的这类科研投资股票 不要去追高就可以了 大盘我们就讲这么多 不再多聊 对于市场机会 我们依然是去轻指数中个股 不追高 指数下跌 个股不缺乏机会 无论是在昨天还是说在今天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时间 将近两个月时间 其实个股不缺乏机会 那么现在的话是2700股上涨 2300股下跌 个股涨多跌少 我们之前一直讲 可以通过我们的望望三好战法 去进行选股跟哲实 量价关系好 筹码分布好选股 股价位置好去进行哲实 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个高胜率的上空结构 就是头肩底 头肩底结构 它跨越的时间周期会比较长 对于量价关系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往往走出了一个标准的头肩底结构之后 不仅胜率会比较高 而且涨幅也是可以预期的 1比1的上涨空间 我们来看一张案例 看张坑线图 打开软件 财新股份 那么这只是我们在做案例分析 并不是投资推荐 投资有风险 若是需谨慎 大家看这张坑线图 这张坑线图 坑线多缩小一点 这里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底结构 这一波上涨打破了颈线位 扭转了之前的下跌结构 然后回落 这是一个右肩高于这样一个左肩 再往上攻击 又创了这样一个颈线位的高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底 成交量也是出现了不断的放量 相比之前的这个阶段 量能是出现了明显的放大 而主力控盘程度也是在不断的增加 在最近这两三天是呈现了主力的高度控盘 高度控盘 然而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面 大资金或者说油资 也是在出现了不断的一个流入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之下 走出了一个量价配合非常好 结构上投肩的结构 然后往上开始了爆发的拉升 今天是大涨了7.7% 昨天是上涨了6% 而这样的一个上涨空间其实可以去预期的 我去画两个点 这是一个右肩位置 那这是之前的这一个 打破这个景象位的高点位置 1比1幅度往上去计算大家看一下 往上同样去往上推 大概就到这个位置 而目前已经是上涨到位 上涨到位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 历史上大部分的投肩的结构往上去攻击 拉升的时候幅度至少是这样一个1比1的状态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通过这张科研图给大家去找到的一个新的方法 去进行高升率的选股 以及高升率哲实 怎么去哲实 大家看一下各位 可以关注20均线 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一条白色的重码分布线 回踩到20均线 回踩到这条筹码生命线 那么这往往是一个低风险的哲实的位置 好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 我们对于A股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点评 重点是讲解了投肩的结构 再见